大家好,我是何舒适,欢迎来到舒适说电影 不知道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流落荒岛,开始一段孤独苦逼的荒岛生活 本期,舒适要讲的就是一部关于荒岛生活的电影,荒岛余生 男主是联邦快递的工程师,因为工作特殊,他需要经常飞往各地 这样的话,他跟女友相处的时间也变得很少 圣诞节那天,原本男主是跟女友一起过的,可公司临时通知让他出差 虽然女友有诸多不愿意,但他也知道,事业永远是男主的第一位 临走前,女友把自己家传的怀表送给了男主 怀表盖上还加上了自己的照片 而男主也提前送了一份新年礼物给女友 但他要求女友得在新年那一天才能打开 看样子应该是一枚求婚戒指吧 就这样,男主踏上了飞机 可是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时,忽然遇到了风暴 最后在海上坠毁了 男主抓到一个救生艇,活了下来 在经历了一波暴风雨后 男主飘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海岛上 随身带来的只有六个飘在海上的快递和女友送的怀表 一开始,男主靠着树上的椰子生存,等待搜救 可是过了好久都没有出现搜救队伍 而他也在海边发现了机师的尸体 没办法,他只能把机师身上的鞋子和手电筒拿了下来 并把机师安葬在了岛上 晚上,男主意外看到远方有船经过 所以他拼命地呐喊并摇晃手电筒 可是他们并没有看到 于是男主决定自己划救生艇过去 可还没有划多远,海浪就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 最后,他没能冲过海浪 就连救生艇也被划破漏器,不能再用了 这样男主也就没办法再靠自己逃出荒岛 为了能活着回去找女友 男主开始想办法在岛上生存 首先就是淡水 岛上没有淡水 他只能用椰壳收集露水和雨水 同时,他也拆开了其中五个快递 里面分别有录像带 离婚协议书 排球 滑冰鞋和一条裙子 当他要拆开最后一个快递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快递比较特殊 寄件人在盒子上画了一对自由翅膀 男主觉得这对翅膀是他逃出荒岛的信念 所以就没打开 接着,他开始钻木举火 经过几天的不断尝试和努力 终于成功了 而滑冰鞋 男主用鞋底的冰刀做了一把斧子 用来砍树 裙子则做了一个鱼网 用来捕鱼 至于那颗排球 男主给他画了个脸 叫他威尔逊 威尔逊成为了男主在荒岛上 唯一可以聊天的朋友 就这样 男主在岛上待了四年 这期间 陪伴和鼓励他活下去的 只有威尔逊和女友的照片 而这对自由翅膀 依然是带他逃出荒岛的信念 一天 男主忽然被一阵声响吵醒 原来是一块塑料板飘了过来 因为这块板 男主决定重新尝试逃出荒岛 他用岛上的树枝树皮和录像带 搭了一艘简易的木筏 搭好后 男主就一直在等待时机 直到有一天 男主忽然看到风起 于是他带着威尔逊 赤板快递 还有怀表 开始了冲出荒岛的计划 原来想要冲出荒岛 最直接 也是最难的问题 就是得先冲过海边的几层海浪 男主通过不断地观察 发现一年中总有几天 海风会忽然转向 从岛上往外吹 为此 男主决定利用塑料板做一面翻 加上这阵风的配合 带他冲过最后这个大浪 结果 他真的成功了 逃出荒岛后 男主一直在海上飘 他先后遇到了多次风暴 而木筏也基本报废 失去航行的能力 自己的体力也消耗殆尽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 威尔逊因为掉下水飘走 永远离开了他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 终于被路过的一艘船救了上来 重新回到了人类社会 可是回来后的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男主失踪后 女友就放弃了一切开始找他 直到一年后 他才迫于无奈接受了男主遇难的结果 后来 女友嫁给了别人 开始了新生活 现在女友知道男主回来 他也没办法接受这一切 虽然他依然按着男主 可是两人已经注定无缘 过后 男主拿着那个曾经陪伴他 带给他希望和勇气逃出困境的快递 去找他的主人 可是寄件人并不在家 所以男主就把快递放在了门口 然后就离开了 送走了快递 男主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他迷茫了 不知道哪里会是自己的下一站 这时候 路过的女主看到了男主 以为他迷路了 就热情地帮他指路 而他 正是那对自由翅膀的主人 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的神奇 被困荒倒时 这对自由翅膀给了男主回家的希望 如今他又陷入了新的迷茫 可还是因为女主的出现 再次给了他新的方向 舒适也不知道男主 最后会不会去追求女主 但是我相信 这时候的男主 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生和希望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喜欢舒适的解说 可以动手点赞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